知名点心师傅吴宝春在2010年获得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之后 台湾的烘焙创意被全世界看到 而今天来自日本三口县的知识 还有西津银行总裁特别到城市科大 挖掘新一代的烘焙厨神 期许学生们通过烘焙比赛与产学合作的方式 让学生的创意可以达到更高阶层的目标 而西津银行也承诺会协助让学生的创意商品化 而且正式在日本上市 这次来讲的话我们把它就是focus在甜点的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比赛 把我们的三口县的好的食材运用在我们的烘焙上面 而且这些的成品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把它商品化 可以达到我们的三口县 然后可以做一些销售跟贩卖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自从校方成立日本研究中心之后 引发各方关注 此外日本三口县的西津银行 也与城市科技大学连续三年 举办餐营比赛 而今年以烘焙为主题 在台日城市国际创意烘焙邀请赛当中 校方更拿下不错的成绩 而西津银行的总裁平刚英雄 希望透过与校方长期合作的平台 注入更多的日本各界资源 给台湾年轻学子有更多发想创意的空间 扩大学期的视野 未来的话也有可能就是 日本这方面的话也会请我们学生过去做 这些得奖的作品 那当然主要的话还是 让大家可以更有国际观 让这个产品可以发扬到世界其他的地方 目前其实大家都不错 因为竞争力还蛮大的 那以台湾的伴手礼市场其实很大 那日本也是看中这一块 那所以西津银行这边的话 也特别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来跟我们城市科大来做一个合作 校方表示这一次的比赛 结合来自日本三口县的农产食材 像是小兰 梅酱 小野茶 以及水煮 莲藕 与台湾这地农产 共同开发烘焙点心伴手礼 而未来学生发想的创意将会商品化 透过企划包装 将在日本正式上市 贩售 学生也将随着自己的产品 到日本参与共同开发 校方也希望 尽其培育出下一个五宝村 记得许端一带来自採访报道